听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爸和阿姨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这些年阿姨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心里 不过这一次因为我要结婚的问题 弄得他跟我爸吵得不可开交 原因是因为我妈不希望阿姨可以参加我的婚礼 我也希望阿姨可以理解我妈和我女朋友的想法 毕竟这种事放到台面上可能都不是很好看 而且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声道的不愉快 我希望你们俩可以继续走下去 他讲述的这段经历 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的家庭背景 父母离异 父亲有了一段新的感情 而我们这些老师们又怎么帮助这个家庭呢 让我们先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沈45岁来自无锡职业销售 女嘉宾小娟34岁来自无锡 也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现在暂时不公开吧 暂时不公开啊 到那个环节的时候你可以公开吗 看那个世界的发展 可以公开吧也许 也许可以公开啊 那你愿意公开你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也是看事情的发展吧 这叫叫上进了 你们俩在一起恋爱几年了 我们俩在一起已经生活了有四年了 关系怎么样 我们关系平时一直很好的 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这次不好是因为你儿子要结婚对吧 是的 听那个小片里说 不希望阿姨去参加 是的 你以什么态度啊 因为这次我儿子结婚呢 首先一个我儿子亲生母亲 他想参加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的家里呢 也希望那个我孩子的亲生母亲 跟我一块参加 毕竟嘛 他跟我还没有领结婚证 如果去的话 我怕有人会说邪话 怎么儿子结婚 这个父亲带了两个女儿来参加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领不领结婚证 都不是我的问题 我是愿意领结婚证 是他不愿意领结婚证 我是离过婚的 他也是离过婚的 我们也是经过朋友介绍 然后认识 而且再一次也生活四年了 他带着儿子 我带着女儿 其实生活真的挺不容易的 当时儿子的女朋友提出要买房子 我们俩也没有多大的钱 我就把我名下有一套小套 拿出来给卖了 卖了四十多万 把三十万就给儿子 去买了房子的首付 然后还十万块钱 就给女方做了礼金 都是你出的 对 都是我出的 而且房子下来的时候是毛皮房 我又要马上去装修 家电什么都是我在置办 我就不明白 我把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我毫无保留 结果你突然发现说 怎么这么大的事 我出了这么大的力 参加我都参加不了 特别确实 对 他前期还过分的要求 就是说我不能露面 而且他要和他一起 夫妻的身份参加 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接受 这四年当中 我从来都没给自己 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也没给女儿买过新衣服 那时候把所有的钱 都花给他儿子了 我本来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当职员的 我就把这份工作给辞了 拿了点积蓄就做生意 其实我对生意一窍不通 所有的客户 都是我去跑出来的 我觉得当时我特别辛苦 他们也没有一句问候的话 也没有那个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这个人老是本分 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你觉得在四年的相处当中 先生对你怎么样 现在我都很质疑 他对我的感情 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 就把我当一个赚钱的保姆了 我现在很想参加 儿子婚礼 我觉得儿子结婚也是大事 对我来讲 我就是可以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好 现在的焦点是说 你不同意还是儿子不同意 主要是儿子到方面有顾虑 好 今天儿子也来了 我倒想听听儿子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来 我们掌声有请小姨 来 有请 这个阿姨对你好吗 挺好的 房子我听阿姨讲 首付也是阿姨付的是吧 是的 那为啥她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呢 其实阿姨平时对我挺好 我也都看在眼里 主要是因为我妈希望到时结婚的时候 可以跟我爸一起去 然后的话呢 因为怕有闲话嘛 人家女孩子第一次结婚 就是怕到时亲戚朋友来了 指指点点 嫁在中间我也挺尴尬的 那你觉得应该给这个阿姨 一个什么名分呢 我心里我是把她当自己母亲的 既然当了自己母亲 还怕别人说闲话吗 那现实状况 如果真结婚的话 那倒是两个妈在一起 对吧 那现实状况 如果真结婚没房能结吗 那肯定不能 那就别结了吧 阿姨把房子收费进去就得了 就是我就想啊 我当时我能够跟你讲 我说你跟你女朋友 你就心意到就可以了 你们有感情就可以了 不要房 买房租房不都一样吗 我可能这么跟你想问 你女朋友能答应吗 你能答应吗 你爸能答应吗 你有没有站在阿姨的这个立场想一想 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不就想要一名分吗 我就想出席一下吗 咋就不能给呢 不是我不能给 那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要尊重 双方那边的父母 那也要经过他们同意 不是说我想让 对不对 我问一下 你这个婚房的这事 不应该是你爸和你亲妈操心的事吗 可能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吧 其实很明确啊 就是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就想听你的态度 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吧 我其实我不敢很果断地说让阿姨一定要来 因为到时我怕完以后 到时女方家里那边亲戚朋友在那边说 这些问题我也要替他们考虑 因为不想刚结婚就落下 最后以后会有很多闲话那样子 没什么闲话 你父亲离异是个事实吧 是是是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多是个事实吧 是 这有什么闲话呀 可能我妈那边肯定总觉得有点 肯定过不去 反正我也听出来 我就感觉他们对我态度就是那种 不要白不要那种感觉 而且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我再问一句啊 咱那天你想参加婚礼是说 作为她的后妈去参加婚礼 还是只作为一个官礼嘉宾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名分 我哪怕以她女朋友的身份出席 我都觉得不过分 女朋友的身份出席可以吗 反正主持人 我是听我妈这么说觉得 因为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那结婚的话如果不来的话呢 可能也会避免以后 就是对方亲戚那边的一些嫌烟罪 或者我们以后在一起的一些风险问题 我想把它排除掉 没有啊 你以后结了婚之后 你那些亲戚一走动 到底是跟这个阿姨走动的 还是跟你妈走动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每次逢年过节 你都要把你妈请来演一场戏 然后这个阿姨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 以后呢我来说一下 以后结婚以后呢 关键呢他们都出去了 关键是我们两个就快过 你少来 他们都出去了 春节的时候聚不聚会啊 要去 那您是带前妻去呢 还是带现在的女朋友去呢 前妻已经不可能带去了 那那就婚礼就别带了嘛 但我发现他们就是一种 偶断思念的感觉 是我前妻的亲生儿子呀 那两个人都出席不影响啊 这个影响不影响 也并不是我们说的不影响 我觉得这次能不去就不要去了 好 儿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我是觉得听发妈的说的也对 而且我自己考虑了一下 也是觉得这个上面先不要去 以后我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再报答他 不一定非要跟在这个上面 好吧 我觉得你们考虑的都是为自己着想的 自己的面子都没有为我考虑过 我能体会到你那种不舒服 那种委屈 你的态度已经有了对吧 呃 是是 就是不能去呗 如果他非去行不行 给个话 哎呀 其实我还是觉得 非去也不行呗 啊 行 谢谢你啊 来请回孩子 哎 人都说男人手短 吃人嘴软 他们咋拿的那么硬磕磕的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四年了 他也说了他想跟你结婚 明显是女士 大概是想要一个名分对吧 我觉得现在就差一个 名不正言不顺的 好像我带不出去啊 我给他们丢人了 对 我有一个想法就问您 我们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也特简单 赶紧把结婚证领了 是因为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家里就明确跟他说 如果跟我结婚的话 领结婚的话 就跟他断解一切关系 而且他母亲身体也不好 我也怕刺激他家里 说得好听 当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考虑这些了吗 我还不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依然决然的跟你在一起了吗 对 而且他都跟你在一起 四年了 他家里依然没反对啊 他现在说领证 你领吗 我领 好 人家叫领证 你领吗 领不领 别因为所以 男人吧 我想先把儿子的事情给解决以后 不是不是 领了这种 一起来收洗灵门 我觉得你把儿子的事情解决以后 就可以把我踢了 我觉得 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 我觉得感情好 不一定要靠一张结婚证来维持 那这样子说的话 不必是当结婚证明正确开在那边干嘛呀 不好的话 不是一样离婚吗 我就不明白证明正确要了干嘛 行 我觉得咱们顺取自然 所有人在场都不要领结婚证 嘴到渠成 对吧 好了 我接着来问一下 你们家里这个财务是怎么安排的 我可以说这四年来 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 都是我出钱 我说到这一点我就气 我每一次问他要钱的时候 他都没有钱 他其实也有一份工作的 他一直告诉我 他的股票里边炒股 然后赔钱了 我觉得别人买股票都是挣钱的 他买股票怎么就亏了呢 现在在想想 是不是他把这个钱偷偷藏起来 那就是说 等于你们俩生活在一起的 这四年的家用都是你在出 是的 但是我炒股 我也是为了想贴补一点家用呀 但是如果是亏的话 肯定是亏了 你不相信可以去看那个 炒股大人当名气 我不炒股票 我不懂 我这些都不懂 我现在都不敢想象 你是不是把这个钱 贴给前妻用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都觉得他们熬过不连 我前妻他已经结婚了 有自己的男人 我怎么会把我的钱给他呢 你前妻都结婚了 是啊 哎呀 刚才你没说 那你前妻来怎么来 你们俩还以夫妻相称 他那边又结了婚了 他是亲生儿子嘛 他母亲嘛 对吧 那他还不是以你们夫妻的身份 出席儿子的婚礼吗 我跟我前妻 已经没有那种男女感情了 你不要多想好不好 好好好 我相信相信 再问一下 那房子写的谁的名字 写他儿子的名字 你当时也没想想 我当时就是给他儿子 给他儿媳妇 没想过 那你们俩这关系 你应该打一戒条打了吗 我没有打戒条 我觉得我就是一心塌地 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行 我觉得我再建议一下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关于这个房子 彩礼 这四十多万 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夫妻 对吧 对 不是夫妻 你能给人打一戒条吗 关系好 那肯定就不存在戒条的问题了 对对 万一呢 对吧 比如说某一天 人家看了一个更好的男人 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你们俩也不是夫妻 人家走可以吧 可以 那这个时候那四十万钱怎么办呢 如果是他的钱 如果说分手的话 他需要还的话 那我肯定 对吧 那你觉得不该还吗 应该还 那你打个戒条行不行 可以 那现在拿纸和笔来 我们打个戒条先 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有好多问题就好办了 因为咱们先把钱的问题给解决了 解决了钱的问题 一切都好办 要不然咱有些心理化 咱不好 咱欠人 没事 我欠 我还 我有借据 我说什么 我理直气壮 借条 对对对 特别认真 人家这大哥特别有法律意识 写的特别好 金借到某某某购房款 四十万元整 写我名字借款人是吗 对对对 借款人谁谁谁 日期 这借条确实是你自愿打的吧 是我自愿打的 好 这就有法律效益了 收好收好 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不说了 咱们冷冷静静的谈谈感情的问题 好不好 他自内心的你觉得你不带他去 你心里觉得亏欠他吗 我觉得有点亏欠他 他竟然为我家做了这么多吧 我想这就是说看着我儿子的份上 能不能再委屈一下退让一步 我再次给你做一个这个极致化的选择 女生 一是领结婚证 二是参加儿子的婚礼 两个只能选择一个 你的选择是 那我肯定选择要参加儿子婚礼 我觉得我置办这么说忙前忙后的 跑前跑后的 我花了那么多精力 在这上面 我到最后要享受成果了 我就没有了 先生我同样的选择题 你也二选一一下 这个我现在的确很难选择在这台上 为啥呀 结婚证 以后我肯定会给他领的 看时间发展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老师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在他们两个之间 我没有看到爱情 我看到的是供养关系 四年来 所有的家用是他在掏钱 四年了 他没有跟他女儿做过些什么 反而为您和您的儿子做了很多 但是我没有听到您这边 为他所花的一点点的费用 在这四年当中 虽然他在金钱上花的比较多 但是在家务方面 我做的比较多 都是我去买菜做饭什么的 我觉得爱情 必定要用金钱来衡量吧 爱情可能不能 绝对用金钱来衡量 但这四年来 您周围的人 好像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您的儿子的女朋友的家人 好像也没有认可他的存在 如果爱是双向的话 您能不能站在你爱的那个人 他的角度去看 您认为他所做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 他就是不应该参加 你儿子的婚礼 我觉得他现在心的想法就是 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 我就必须必须怎么样 我心里也就是有这个疙瘩 知道吗 我相信每个女人 在花钱的同时 不是因为他给了钱 而是他画了这份情 钱是情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用心 他觉得爱你们 所以他愿意为你们做这一切 可您从来没有领过这份情 您所有的感受 所有的决定 都站在你们自己 你们父子两人的角度 所以我真的你好欺负 他们母女两个 我并没有欺负她母女 所以我觉得 女方你一定要清楚 您手上的这一份纸条 是绝对能够保障 您所付出的一些金钱的 这东西你一定得收好 这是有法律效应的 爱情我不知道 您能不能保全了 因为我真的没看到爱情 但是您的财产 至少您可以做保全 而且话说回来 我一定要用您的势力 劝告所有的女生 不要太过盲目地 投入到一段 自己所认为的好的婚姻当中 你给这个人 给他爱的时候 你得看他值不值得你给 大哥 说句大实话 你的这位女朋友 比你小十一岁 形象气质家 还能挣钱养家 你摊上大福气了 你就应该偷着乐 你明白吗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付出的钱 刚才我们不说钱了 她付出的情 我相信你也付出了 你们之间的谁赚钱 谁在照顾家 我觉得都是一个 挺和谐的搭配 要不然不会过四年 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一个 再婚的选择 干嘛不珍惜呢 你必须给自己爱的这个女人 付出这么多女人 一个说法 一个能过得去的心理安慰 这才叫将心比心 在中国传统婚礼上 父母亲被请到台上 子女去给他们敬茶 是有这么一个环节的 对吧 但是并不意味着 在台上的这父母亲 就一定是夫妻啊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 咱可以去婚礼 但咱不一定是要坐在台上 让他叫你叫妈啊 你可以以宾客去出行吗 你愿意吗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也跟他们这么商量的 但是他们对我怎么说 他说他前妻就是说 让我不要出面 让我乖乖地待在家里边 我就是想 我当能够参加儿子的婚礼 就很开心了 我哪怕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可以了 可以吗 但是你知道吗 他前妻就是不允许我露面 这个问题 连这一点你都不同意 是吗 他的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 我也理解你 对吧 我也理解你儿子 但我希望 你儿子听到了吗 你儿子回去跟你妈 好好商量商量吧 真的要不就把房子 退给人家吧 出不出席婚礼 真的不是问题 是长达四年以来 累积的问题的一次爆发 刚才说一直是前妻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跟前妻为什么分的手 当初是因为 一个我经济条件不好 第二个是我身体不好 我动过那个心脏手术 也就是说 你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 物质不丰厚 是的 身体有严重问题 对 你的前妻嫌弃你而离得婚 对 你是近身出护痕 是的 那张戒条啊 如果在戒的时候打 那只是债 到今天再来打 你捏在手中的那张纸 就不是债 是仇 你觉得都有了 仇了 还打哪门子结婚证 老沈 小娟 是吧 我们就按照那个小品当中的读词 说我们分享几则小故事吧 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 农夫与蛇 老沈和小娟 没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有相似之处 一个是点不破 杂不烂 说也说不明白 一个是 暖不热 容不化 也养不清 就这么两个人 很多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 就像那一纸借条一样 借的人 在借的时候拍着胸脯说 没事 不用打借条 拿去 我愿意 借钱的人就什么也不说 你说不打就不打呗 等到他真的不还的时候 借的人说 你怎么不还钱呢 我当初那是客气话 你以为真不要你还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 是你放弃了保护自己 你又怨恨他的无情 竟然愚蠢到说出这样的话 结婚证可以不打 婚礼我必须参加 你跟谁置气呢 你结了一次婚 离了一次婚 你白结了 白离了吗 所以坦说的来说 我认为你是既可怜又可悲 老沈呢 其实想一想两个女人 你应该清楚哪个女人对你好的 你最艰苦的时候 你说你没有钱 身体又不好的时候 前妻是那么样的对待了你 我不说婚礼当中 是不是前妻应该出席 和她出席的问题 坦率的来说 如果是我 我觉得也是 亲生母亲来教的比较顺遂 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 而是在于每次发现 她跟前妻之间的一些矛盾的时候 你没有把她真正当成 自己要结婚的女人 你没有站出来维护她的权益 哪怕是在个婚礼 你拒绝她参加的理由上 也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理由是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 亲生父母亲生父亲 这样的话 比较符合仪式感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居然是一些什么 怕人家说闲话 什么叫闲话 这女人坦坦白白的 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毫无保留的付出 什么样的闲话 在这样的付出面前 都可以完全击碎 你应该站出来说 有什么闲话 我扛着 这个女人对我好 对我儿子好 我清楚 你应该以这样的理由 你居然说什么闲话 所以我真的 不折不扣地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跟你的儿子 是两只小白眼狼啊 别人这样付出了 你心里明明白白地接受了 你不能装不懂啊 我说句实在话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笨女人给你碰上 要是再碰上一个 像前妻那样的女人 你最困苦的时候 离开你 还让你近身出户 我想你再回想一下 当年离婚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种苍凉感 再想想 在这四年当中 这个女人给你的温暖 你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去对她 该批评的都批评过了 儿子还在吗 来有请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我想知道这位是谁 父亲 你改变得了 他跟你母亲离婚的事实吗 改变不了 你以你的生父和生母为耻吗 我不觉得为耻 那就接受咯 很简单咯 妈妈带着自己现任的老公 爸爸带着自己现任的女朋友 出席你的婚礼啊 为什么他不能参加你的婚礼 你又说你接受他们的一切 你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 似乎是一种耻辱 那你就直接说好了 因为你们离婚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耻辱的 所以我现在要拿起一块遮羞布 把我自己遮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 单就婚礼的问题是在你 你们自己也没想清楚 这个阿姨在她的成长当中有付出吗 有付出 为什么不能去 丢人吗 是谁觉得丢人 主持人 我觉得说开了其实是这样对的 那女方呢 他比如说 OK 好 如果一个女人连这个都接受不了 你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呢 不是说爱一个人可以接受她的一切吗 她连你的家庭都不能接受 你娶她干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 我爱死你了 我就爱你 结果你爸爸离过婚 那我不爱你了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父 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母 但是我们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族所出现的问题 生父和生母 给你生命的人 你都不能面对他们的情感 不能面对他们的生活 甚至以此为耻的话 那你已经忘记了你从何而来了 我没有觉得为耻 不为耻 不为耻很简单啊 邀请你的妈妈 还有你妈妈现在的爱人 他们在一起生活是最亲密的人 来参加我的婚礼要关理 邀请爸爸和阿姨 你们是我最亲爱的人 来关理 在敬茶的时候 邀请新郎的生父和生母 敬一杯茶 你自己如果有心的话 其实你应该敬阿姨和那个叔叔一杯茶 你要谢谢这两个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帮你照顾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你这都想不明白吗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亲戚里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你 而觉得这小子像个男人 回家跟你的女朋友好好商量商量 去吧 谢谢主持人 说通了我觉得对的 你商量商量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小娟 我知道这四年来 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对我也很好 我知道你对我的真感情 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打结婚证 但是我从心里 心里把你当成我的老婆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能够接受我 以后继续跟我在一起 我爱你 老师 我觉得我跟你这么多年下来 也不顾家庭的反对 一直都是维护着你们 我的心一直是向着你和你儿子的 我对我的女儿 都没有像对你儿子那样好 我觉得我最亏欠的就是我女儿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 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觉得我心都凉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傻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人 在外人看来 可能我真的是不值得同情 所以我要考虑考虑 我是不是还要跟你走下去 我没有感受到你的 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你 对我的意思的关怀 时间到 爱情方面如果两个都很精明的话 那日子怎么过呢 好吧 来两位请交换手里的箱子吧 此时此刻 这个箱子交换之后 能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如果有人带箱子出来 我得确认一下 我可以 你可以了 你呢 我也可以 好 谢谢两位 来 请交换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儿子的一场婚礼 带来了父亲情感的危机 看他们自己怎么选吧 五 四 三 二 一 来 大哥 谢谢了 感谢 państwo 谢谢大家